大家好,歡迎來到粵語娛樂。 在娛樂圈結婚生兒子,通常都是見開心事。 但就有位女星,生了兒子都不敢供,怕被人罵,她就是周麗琪。 原本應該是件值得恭喜的事。 但是各大官媒下面的評論,卻是馬聲一片。 不少網友直接炮肝周麗琪是小三上位。 還有,她老公和原配的兒子已經十歲了。 周麗琪以毛特身份入行,2001年轉行做演員。 沒幾年就憑玉女添丁提名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獎。 加上英俊的外表和魔鬼身材,當時發展得幾好。 但講到周麗琪的情時,她在影視圈的表現就沒那麼值得一提。 當時的周麗琪在圈內是典型的拜金女家頭草。 她的歸宗物有都是有錢人, 和她有關係或者交往的男人。 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情感狀況不單多,還亂。 周麗琪在出演一部電影的配角時, 認識了歲氣的男主角陳冠希。 之後就有兩人交往的消息傳出來。 媒體還撥出周麗琪曾為陳冠希打胎兩次的證據。 消息一出震驚全香港的媒體。 不過兩人最終都分手了。 周麗琪回應說,人都有三心二意的時候, 不是大不了的事。 恢復單身的周麗琪桃花運好王城。 媒體又傳出她和鄭家榮拍拖的消息。 聽說兩人是因喜生情。 當時合作拍了天幕下的戀人。 不過因為公司有規定, 所以一般都是偷偷地約會。 雖然說很小心, 但是狗仔還是拍到了兩人同居的照片。 所以鄭家榮就公開了和周麗琪牽手的消息。 但是,沒多久, 剛才鄭家榮就被狗仔拍到她和蛇絲曼的親密相。 周麗琪多次暗示鄭家榮腳踏兩隻船的劈腿行為。 最後,兩人分手了。 雖然被劈腿, 但周麗琪很快就振作起來, 又踏上了沙廠副二代的車。 那次,周麗琪可以說是使出雲身解數,想嫁入豪門。 當時Erik很喜歡周麗琪,都想娶她。 但是Erik的父母根本看不上周麗琪, 所以一直沒點頭。 一直被吹分的Erik很煩躁。 就選了分手,經過周麗琪的撒嬌買盟, 成功令她回心轉移。 不過,在周麗琪玩法Erik的同時, 都為自己找好了下家之後,鎖了她。 周麗琪又踏上了個官二代。 這個官二代都是手闊腳大, 直接送了鑽石大禮給周麗琪,令她好滿足。 好景不常,官二代家族沒落了。 拜今的周麗琪,一見這個男人沒錢了, 又直接鎖了她。 周麗琪恢復單身的消息,被鄭家榮知道了。 令她又有了別的心思,想找周麗琪複合。 不過鄭家榮並沒有得到周麗琪的同意。 之後,周麗琪宣自己返去大陸發展一段時間, 先令媒體挾了追問的心思。 講了要去大陸發展的周麗琪, 立刻動身,到。 左內地沒多久又傳出周麗琪和南爾因喜生成。 原來是在拍攝《大看天子為子夫》這部電視劇的時候, 周麗琪和徐正希之間的火花。 不用太久就燃燒成刺熱的戀情, 兩人好得談起婚嫁。 不過,周麗琪似乎還未能改掉腳踏兩條船的習慣。 同徐正希親密無間的同時, 還與另一位演員傅程鵬有點眉來眼去。 傅程鵬和他老婆,大家耳熟能長的軍女霸王花情素。 兩人是拍戲期間認識,相愛到結婚。 但這段戀情一度被人口誅不發。 程素在演藝圈發展順風順水, 年紀輕輕就考入上戲, 並在學校時期就認識了學長傅程鵬。 兩人的關係因幾句話而走得更近。 程素不僅年輕有為, 再說劇團已經屢獲殊榮。 出演第一部電視劇時更受到廣大觀眾喜愛, 一炮而紅。 相比之下, 傅程鵬當時雖然作品不多, 名氣不大, 但程素從未因此而放棄, 反而一直支持他, 勉勵他, 相信未來會更好。 婚後,程素為了照顧家庭, 甚至他絕了很多劇本邀請, 用自己的關係幫傅程鵬尋找機會。 正是程素的推薦, 傅程鵬才有機會飾演韓光一角。 開始受到關注, 後來更憑特種兵中天囊一角贏得更多觀眾認可。 隨著家庭的添丁增口, 傅程鵬的壓力加大。 但最終憑夕與狼共舞一劇成名, 開啟了事業的新篇章。 程素的無私之詞, 是傅程鵬成功的關鍵。 現在程素事業與愛成兩得意, 本應是幸福美滿。 不過, 隨著周麗其的介入, 原本幸福美滿的愛成故事, 似乎變得複雜起來。 香港的娛樂圈總是充滿著意想不到的變化。 就好像這些愛成故事一樣, 既戲劇化又充滿轉折。 傅程鵬與周麗其是在合作電視劇 在臥底那陣恩劇生情, 一個有男朋友, 一個有老婆仔, 但是他們兩個完全不被記, 行為舉止親密得來, 令不少人都覺得好奇怪, 但是他們兩個都沒有理會其他人怎麼看, 繼續過著兩個人的世界。 在他們合作完那套劇之後, 周麗其與他男友徐徵希分手。 而傅程鵬等到程素轉業之後, 就對自己不離不棄了21年的老婆仔 和兒子冷眼相待, 一腳踢開。 之後不耐, 媒體就拍到了傅程鵬 和周麗其首牽手約會的相片。 這件事直接激怒了很多網友, 說傅程鵬是白眼朗, 周麗其是小三, 他們兩個真是絕配。 第二年傅程鵬和周麗其宣結婚的時候, 婚禮辦得很簡單, 只請了親戚和一些好朋友。 而且為了躲避網友的討伐, 他們還特意改了名字。 不過他們做過的事太絕。 就算改了名字, 網友都不會因為這個名字忘記。 所以41歲的周麗其在網上公懷孕生兒子的消息之後, 收到的全都是各種嘲諷和罵名。 2010年兩人生了個兒子。 2014年上節目那陣, 父情鵬仲曾經公開示愛老婆。 無論順境逆境, 不離不棄。 從公戀情到結婚, 到孫懷孕, 再到現在真的生了。 父情鵬夫婦看似戀情幸福, 進展順利。 但從上位成功那一刻起, 周麗其就永遠擺脫不了小三的名頭。 父情鵬都不可能再摘下渣男的帽子。 婚後的周麗其曾經發文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這句話,小編難免不贊同, 小三配渣男, 真是著陪。 畢竟以前他們做過的事, 無論放在哪個年代都不可能被人接受。 這種情況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雖然他們兩個好荒唐, 但如果不波及下一代, 我們都是祝福小寶寶健康快樂的成長。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裏, 下期再見啦!